总帅,嘉宾们觉得谁是最佳西门内定的首相人选,哇,每个人都要讲出一个,马华先讲,马华先讲,马华你们是觉得西门最佳的首相是谁,王阿姬萨,我看还是要问马哈迪,马哈迪当时,我们讲当时宣布了行动党这样支持王阿姬萨,马哈迪讲不是你说的要算,所以最后太上的那种种诈应该是马哈迪,蛤,对,他太太, 他太上嘛,你看连briefing都是他召集的,所有东西都是他讲的,所以他属于一个比较震荡的精神领袖,但是你讲说选谁选谁,后来他的影子会很大,我们讲说万阿姬萨也好,也谁也好,到最后他影子,他在背后,他操控的那个力度还是很大的,所以垂帘听证了,到最后,十全的首相你觉得还是马哈迪,如果西门可以自证,我觉得说他会是十全,你看,这个姆萨 一定感觉到没有什么力度,然后讲什么东西有点blur,我们讲,就有点blur,这样亚才兄,你觉得呢,新闻最佳的首相人选,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,客观跟现实的状况来看, 顿马还是一个主导性的人物,一方面他是前任首相,第二个,当然是一个资深,而且也是一个老练的一个政治家,所以从政治运作,从声望,从进入马来社区,跟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,以马来领袖作为一个主导的这样的种种因素来看,目前的情况,当然顿马还是一个重要, 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领袖,他没有明堂,但是他有十全,他是真正的十全,某个程度上,他已经取代了在牢中的安华,因为安华有一点遥不可及了,你没有办法从这个监狱里面遥控,特别是老马又是那么的主动,那么的直接,那么的充满战斗力, 所以其实整个,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帅了,整个在野力量的一个统帅,当然到最后怎么样呢,我觉得到最后还是,就看大家的这个议席,个别赢多少, 那如果是,比方说按照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假设,这个行动党有三十细席,这个公正党有二十八席,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,我觉得未来真正进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, 我觉得行动党也有很多谈判的筹码,东正党也有很强的发言的这个声音,但是在进入到那个阶段之前,此刻,我觉得东马是一个关键人物。 这样,YB,你觉得呢,你们最理想的这个首相人选? 其实,我觉得,国政最希望我们谈首相人选,国政也最希望我们去谈影子内阁,因为当你在谈首相人选影子内阁的时候,就是分裂在野势力的这个时候, 所以你也看到说,我们当然也面对一些NGO,他们就是一直要去推手,像人选影子内阁,这个是往往就掉入敌人的这个圈套里头。 其实,像以前308变天的时候,我们突然间做政府,你总是会有那个,州务大臣会出来的嘛,佩雷州吵了一顿,本来是行动党应该做州务大臣,后来说只有马来人回教徒才可以做。 基督徒很努力地在祷告,你知道吗,那一刻基督徒一直在祷告,我们要为那个苏丹祷告,可以接到第一位的这个华语的。 不过,那时候我觉得上帝说,还是让回教徒先去救。 然后其实,哇,这时候,